在今年的35晚会上,从原来的打假主题延伸到了食物相克,全民关注的健康饮食话题上,用事实证明食物相克不存在, 剔掉了螃蟹与西红柿,同时等于披霜之类说法,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在日常生活中,食物的搭配,吃对了可以达到一一,二的效果呢,一,杂粮豆米饭蛋白质互补吸收率更好,现在国民中已经慢慢过渡,不止吃白米饭,增加了杂粮黑米,燕麦,桥米,桥麦等的摄数, 很少有人会在米饭里加杂粒类同煮,其实这样做能够蛋白质互补进,而提高蛋白质的生物价,也就是蛋白质为机体利用率更高, 杂粮豆米饭营养加倍的缘由,是骨类所含的蛋白质中,赖氨酸含量低,而豆类的蛋白质中富含赖氨酸,却缺乏氨酸, 两者一起食用就可以营养互补,效果更佳,这样吃住时还可以延缓血糖的上升,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, 二,荤素搭配铁元素的吸收率更高,在饮食中经常会提到荤素搭配, 一方面适荤的食物所含有的脂肪会比较多,在烹制过程中产生的香味比较多,能够吸引进食,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,荤性食物中的铁元素比较丰富,而且是血红素铁, 人体对于这种铁元素的吸收率较高,而在新鲜的食物性食物中会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和有基酸, 能够促进铁的吸收,使得动物性食物中的铁元素吸收率更高,能够预防缺铁性添血, 三,土豆丝当菜吃主食需要减半,醋溜土豆丝,酸辣土豆丝,等等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道菜肴, 很多时候都是一碗白米饭,再来一盘土豆丝,就这么吃了, 对于要减肥的朋友来说,更是越吃越胖,原油是土豆是高淀粉食物, 含有的碳水化合物与米饭接近,如果午餐吃碗白米饭, 再来盘土豆丝的话,就相当于是吃了两碗米饭, 摄入了双分的能量,根本就不会达到减肥的目的了, 类似的还有玉奶、紫薯、地瓜、山芽、莲藕等, 如果是当做菜的话,不妨减半主食,菜会更加健康过, 每一种食物都有自己的营养,重要的是食材新鲜安全, 数量均衡,种类繁多,缺乏的用另外的食物来搭配, 才能收获更多的营养素,满足机体新陈代谢所需, 你觉得呢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